还有人记得 你们跟前男友们分手的时候 说过的话 或者他们对你们说过的话 有人有印象的吗 7号 男嘉宾你好 大家好 我是7号女生张雨萱 然后我来自山东自博 今年26岁 目前在浙江杭州 做董事长秘书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经历的一个 比较奇葩的前男友 跟我分手的一个理由 就是我打电话问他 我说为什么要分手 然后他和我说 他跟我在一块儿 影响了他的人设的一个维持 他觉得他自己 是一个忧郁王子 但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他觉得每天都嘻嘻哈哈的 然后他说他不想当一个搞笑男 所以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借口 反正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让我记到了现在 我自己也觉得挺奇葩的 其实 他说他是忧郁王子 你听上去傻不傻 人设吧 你每天上网看的都是那些艺人 普通人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我不懂 14号 其实我在我的朋友圈 我有很多人设 其中有一个人设 就是电影影评源 因为我会经常在朋友圈 发表一些我的一些评价 然后他们就会问 这部剧值得看吗 或者说你推荐哪一个 就好多人已经 都很听从我的一个建议了 所以就是朋友圈的电影影评人 你看这就是比较正经 也挺好的人设 就很疯一 绝对我们修行的 然后再来 在床上 我对我们修行的 我蛮你 你们修行的 我们修行的 就可以了